哈哈哈 知故無盾感欸 哈哈哈 你們兩個 現在Q2的業績在比爛是不是啊 你 蘭達店說不繼續合作 原因是什麼 他說上一季合作的成效不佳 所以這一季都不想要續約 而且我一直打電話過去 這樣顯得我很沒有禮貌 結果本月業績掛鈴欸 你對公司就很有禮貌嘛 對別人是愛良就是對自己殘忍 身為業務 死殘亂那是必須的嘛 問題是 對方就不從朱節裡畫大餅 而且說到沒做到啊 好 您啊 看你談案子我很痛苦耶 一堆廢話開場白 黃總 今天吃飽沒 小孩上幼稚園啦 要裝熟也要看人家要不要跟你閒聊嘛 可是我覺得這是跟客戶拉進去的一種方式 那請問 為何最重要的問題 何時能見面出來談談 方便見面把企劃書給您看看嗎 周美問到 有些客戶就不喜歡我們開門見山去講這些 他們會覺得我們死愛錢啊 你就愛把時間浪費在這些沒有把握的客戶上嘛 可是朱姊 你也教過我們大客戶靠運氣小客戶靠勤力啊 所以每個客戶都不可以放棄耶 那我在教你們 好客戶每天見 爛客戶永不相見 你就繼續讓你的交際花 我等著看你Q3的業績 說到交際 胖胖啊 你最近是不是吃太多啊 想要業績好一點 就少吃一碗飯啊 公司只有我是胖子嗎 還購一下啊 我餓你應該OK吧 欸 你們誰還沒有套禮物啊 朱姊 這是這個月的報告單據 要吃一包嗎 說合理嗎 哇 安妮娜 你剛剛要小心不要再變胖了喔 我就怕過了25歲以後 代謝變超慢 久坐辦公室下盤變超肥 我很懂 所以我現在都有固定在做隔空減脂 效果還不錯喔 隔空減脂 聽起來還蠻有科技感的嘛 朱姊回來了 我剛聽到什麼隔空減脂 我剛聽到什麼隔空減脂 有用嗎 減脂就會有業績嗎 沒想到我收下來也蠻正的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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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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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 幾乎無動膽欸 沒想到我燙著就可以跟脂肪說掰掰了 是啊 其實現在大家都是壓力肥 三腸又不正常 五十又過快 加上久坐在辦公室 其實很容易就囤積脂肪在腹部 那朱小姐妳本身也是一個 很認真工作的人吧 謝謝妳們啦 好 掰掰 掰掰 朱姐 妳也來了喔 我來幫我媽問問看啦 妳知道她老人家嗎 肚子肥一圈 她自己問就說嗎 還吃什麼媽媽 那朱姐我先進去囉 快去快去 掰掰 掰掰 掰掰